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還有Twitch 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來先宣傳一下大師的天氣節手遊的社群 那如果大家對之後天氣節手遊有興趣的朋友們 或是觀眾朋友們 那可以先掃大師的這個手遊社群 大家一起來互動討論 那我的QR Code在畫面這邊拿字形掃一下 掃完之後呢 會叫你輸入密碼 那這個密碼是3345678 是3345678 那LINE的社群是不會有你原本的大頭照的照片 跟你的名稱 然後你在進入社群之前呢 他會叫你選一張大頭貼跟 設一個名稱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使用 那有任何問題就是可以在上面互相的討論 那其他的朋友們也會跟你互動 那記得加入之前先打聲招呼 那大師知道你是誰跟哪一位這樣子好不好 好那我們影片開始吧 好 大家好 今天要介紹的人物是韓千秀 經過不讓虛眉 刀輪專精韓女俠 如果問攻擊範圍最遠的角色是誰 小師命的老海中密碼浮現出了一位手持刀輪的 薩爽女子韓千秀 如今她正式要加入到手遊中來囉 韓千秀自原作《神魔至尊傳》中登場以來 人性一直居高不下 敲力的外貌之下能流露出武學休息者的剛義 性格也如她自身氣質一樣直爽 老實說的是手遊的韓千秀的姿勢 真的 美了很多 呵呵 還有這個 這個胸圍 欸怎麼長大了 那刀輪跟 跟手遊 不是 跟《神魔至尊傳》當中有點不太一樣 而且差蠻多 就是《神魔至尊傳》應該是一個彎而已 一個 一個手持的地方然後一個彎而已 沒有這麼長的把手 那韓千秀我 看起來是這樣 好 好 韓千秀手中所使用的武器是刀輪 同弓箭一樣是遠程武器 這同列之中的位置也是擔任遠程輸出 分可手持近戰亦可雙刀分值 同時還見過合圍一柄刀輪的功能 好是普通攻擊 相比江湖中常見的弓箭手 刀輪這類武器需要專門的武學相搭配 顯得更為獨特與帥氣 不過韓千秀這個角色阿就是 描述真的過少 尤其是他哥哥 就會講到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然後他哥哥就死掉了 好普通攻擊是蠻帥的 看起來是 火屬性 火屬性沒錯 應該是的 好 再來 韓千秀出自飛燕門韓室 他所中的金剛刀輪便是最好的身份佐證 寒家世代 寒家世代奉刀輪武學偉絕學 所用刀輪也都經由家中人自行打造 江湖之道武學傳男優於傳女 這刀輪傳至韓千秀和他哥哥這一代 無奈兄長體弱多病難堪大任 便由韓千秀繼承這刀輪絕學 韓千秀平時頗為帥子的性格 和他埋頭武學專修刀輪的經歷有關 這個是反擊 反擊是衝到敵人面前 哦 好 直接那流暢靈力的刀輪功夫 頗有經過不讓群美的氣魄 這此飛燕門多了一位韓女俠 刀輪武藝 刀輪武藝勢無雙 能取人所及於千里之外 比那弓箭之類的要凶悍數倍 但最後一個問題 難念啊 刀輪合成長眼 慾願持功 創傷肌膚已是常有之事 稍有不剩還可能傷及性命 腳步要輕盈如魚 刀輪要揮舞如風 彈何容易 然後這個圖片後面有個夏侯爺 在這裡 而正是跨越這些苦難 才成就韓千秀無上的刀輪絕選 一定要將飛燕門的武功發揚光大 成為了他為之奮鬥的理想和信念 為了拯救兄長 韓千秀終於踏圖江湖 通常中只有武學的他受奸人矇騙 這個奸人就是韓武殺 與殷敬平一行人大打一場 帶來一場也正所謂不達不相識 韓千秀也終於翻難醒悟 沉醉於武學的他 還分不清江湖是非 想要表達歉意 或者懷中去見識更多的心思 加入殷敬平的隊伍之中 也完成了一段偉大的冒險 相傳韓千秀在持有被封印之後 變和熊長回到盈蘭老家 欸 他熊長找死的啊 確定這是確定的 他有講 好 我記得是死掉了啊 大家還記得 神魔製作當中啊 就是韓武殺不是假扮一個 畫面一個 一個女生去騙高士金嗎 然後就是他其實在吸收就是 欸 欸 擺陣 然後吸收地址的 那個生魂騎魄嗎 就之類的啊 那我記得他熊長陣已經死掉了 沒關係我等一下再查證一下 絕心像刀倫發揚光斷了他 不再獨自苦修武學 於是在練武場上 時不時便的看到他指導 斯蒂斯妹的身影 原作中的韓千秀奧倫的攻擊力 和攻擊距離 外交華麗的刀倫絕學 讓人不禁感嘆 原來美麗和強大真的可以兼得 而手遊中則是完美竟成他的優點 早說韓千秀沒什麼意見了 但是 他的畫風是符合現代畫風 然後韓千秀在單機版當中 他的眼睛是偏那種鳳眼的感覺 我啦我自己覺得是鳳眼的感覺 然後手遊版就是 變成一個 有點溫柔的大姐姐 而且開高插 OK好 刀倫起舞飛刃橫飛 看似短距離攻擊的刀倫在拋直而出後 威力在旋轉之中更上一層樓 在戰場後方提供強大的遠程輸出 逐風破這是新的 OK好 韓千秀原作經典絕學玄刃卷蘭 旋轉自身形成縮大的漩渦 將試圖包圍他的敵人長一長被切割的空塊 這可不是一般弓箭手所能做到的 而絕學雙環應躍 則是提供直線型的AOE攻擊 搭配使用快速清場 學生九蛋就是在 那個當機板當中最強的一招 我只是改的火屬性 之前是一個颶風 然後你看不出他的屬性是什麼 然後這個鷹鞋 劍邪在這裡 雙環應躍 這個就 嗯 差蠻多了 索爾我記得是一個很大的氣功波 半月前氣功波飛出去 可是這邊的雙環應躍就變成一個 呃 刀輪就是旋轉之後出去 這個氣勢差蠻多的 不僅有刀輪武功 韓千秀還吸得一手製作火雷的手段 漁木標處安置一顆浮火雷 同時增加自身的攻擊力 引爆後能對周圍的敵人造成大量傷害 合理利用還能有效造成卡奧鐵效果 攻守兼備 這個就是新的了 算是他的特殊技能吧 可是你要去踩到他嘛對不對 敵人踩到他他會爆炸 給他爆炸會不會傷及旁邊的人呢 以上就是韓千秀的角色介紹啦 小聲妹還把之前的人物情報 整理在下面 邵俠可以選擇喜歡的進行了解 如果你還有其他想看到的人物 記得在下方評論去告訴我喔 好 我等一下查一下 我記得他胸掌是死的喔 我回去翻一下喔 我之前錄的影片 欸 上面有寫 可是我覺得那個雙環音樂做的有點差 這裡 胸掌這裡 我等一下看一下 好 我找到了 花了一點時間齁 就是在我之前錄的影片啊 在第二十 十 神魔之尊傳 第二十 目 二十目 埋伏這一關呢 這是 我們主角要 再回去四象門 找那個林沙安老人的那個 那個 那個藏寶的地方 然後就遇上 漢無沙 帶人來圍攻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時候 韓千秀 就對漢無沙講了一句話 這一關就是 英劍品跟 風寒月在大廳之上 然後 要先打幾個回合之後 隊友才會趕來幫忙 然後韓千秀就講這句話 又是你這個妖女 竟然還敢自己早上門來 之前被你逃掉 這次 我一定要親手為兄長報仇 這邊已經證實了齁 雖然在前面沒有提到 也沒有死掉 但這句話就代表 他兄長已經 已經被 被漢無沙害死了 在前面呢 韓千秀剛出來登場的時候 他只有講說 家兄是在 離病的 弟子當中的其中一個 那離病會有什麼狀態 就是 體力 就是身材被干獸 就被犧牲魂 那個韓無沙放的那個 那個 陣法 然後所以最終 在前面沒有提到有沒有死掉 可是在第二十幕 韓千秀自己講到 他為他兄長報仇 這代表他兄長 在那個時候已經去世了 好 那 也就是說官方寫錯了 官方寫 被 此以後被封印之後 並和兄長回到靈南老家 啊他 啊他兄長就已經 掛了啊 難道 嗯 有可能他是寫錯了 但如果索德當中 他的聲明介紹 有寫這一段的話 我一定會回報給他們 這一段就不對啊 有沒有 啊就不對啊 呵呵呵 呵呵 好啦 欸 我沒有我沒有我沒有 我沒有怎麼樣 我只是 就是 探究真相 我記 我沒有記錯 對啊 OK 好啦 就這樣子 那我這邊的影片 會放在 底下連結 欸 底下 資訊欄 連結啦 那我都放在底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不好 那謝謝大家這集的收看 喜歡我的頻道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你給我追蹤IG FB還有Twitch 那謝謝大家囉 掰掰